我刚刚在路上 我还在跟钟嘉宾在聊天 你不要看我们在工坊 就是底下也是会聊聊天啊 然后他也在 我也讲说说 我说你们真的是 一天到晚在搞意识规则 所以我还真要很努力的研究 你们过去怎么搞的 他说对啊 所以你昨天我就抓了两个 我昨天提了两个 一个是不准提三会动议 大家想想看 不准提三会动议 这句话其实说起来有点怪啊 为什么开会 你可以做一个决议 是不准提三会动议呢 但是他怪不怪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曾经干过啊 所以我昨天就亏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超级民主的 因为民进党之前 搞四十四三会动议 杯葛我们吧 所以我一开始就已经预防好 就说不要让他再用这个三会动议 再来骚扰我们 所以我就先准备好一个三会动议 讨论的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停止三 就是不接受三会动议的这个动议 那我就先写好 觉得停止了讨论的差不多 他们开始又要再开始闹场 要开始递什么 延会动议 要递什么 也可能第三会动议 可能第一堆什么 搞一些什么会议咨询 什么奇怪动议啊 我就先出去第一个 不再处理三会动议 把他们全封掉 全封掉 而是民进党以前做过的事情 所以当表决 所以当表决的时候就很好笑 我的动议民进党全部同意 那不敢反对他以前的嘛 对 那第二个更好笑 第二个就是不可以再提会议咨询 不可以再提那个什么那个 秩序问题 秩序问题 权益问题 不可以 三不可 三不可 这个其实严格来讲也有点怪 可是不重要啊 为什么 他们当初提了 你们当初提了 所以我还是 白纸黑字 白纸黑字念出来 你以前你在这个2017年8月25号 你曾经提过一个动议 是不准提这三个动议 不准提这三件事情 三不提 那结果我讲完以后提意的时候 那他们也同意啊 不敢反对嘛 我觉得他们搞不好也累了 没有他们 我觉得他们当初有点反应不过来 其实我们礼拜二的院会 倒是有一件事情很特别 我们礼拜二院会双方都假动 而且礼拜二院会是他们先假动 他们要搞突袭 搞突袭 那我们是晚上到七八点 才接到假动 对很临时 很临时 很多人行程都排了 但是那一天院会是全员到齐 政府院长是因为一般来讲 除非真的票数太近 像上次那个江启成和来投票 否则政府院长不投票 所以国民党是全员到齐 全员投票 可是你去看 我觉得民进党的军纪也开始松动 对 上次也是这样 柯建民本身也是好 那 上次柯建民那一次 因为国民党有六个跑调 那民进党三个跑调 最后变成平手局 韩国瑜经常翻转这个平手局 那是个历史机缘 但是那一次之后你看到 那国民党的立委基本上就 紧定性就很高 就后面全部都到 甲洞都是全到的 那民进党反而你就发现不太一样 民进党上次是全到 但是那个吴秉睿 偷错了 偷错了 就耍宝了 这一次民进党军级很糟糕耶 七八九案 七八案 这个民进党就先跑了一票 何欣存 人数越来越少啊 对然后接下来就跑掉了刘建国 云林大帅刘建国 然后再来就是吴秉睿 跑掉三个啊 所以民进党我觉得他的军纪也在松弛当中 所以换言之 两军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目前国民党在这个甲洞的部分 的那个表现 纪律跟士气是比民进党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差别点 所以这大概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关盘重点 监察院也是一个大工程 那我们现在第一波国会改革嘛 第二波就是新闻自由嘛 那再下一波就是监察院 这是我的瞩目 但我先跟各位讲监察院这个部分 国民党内的共识度高不高 我还要再去看一下 但我自己推的决心是很大的 那我打算做的是所谓的三部曲啦 就是宪法法律跟预算 三轨并进 那修宪工程是非常难度是非常高的 那目标就是看能不能并在2026的地方选举 对 但是你不能让他继续 那个以还没修宪为由 就是说既然朝野全民的共识是要废除监察院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思考再做个民调 我们可以来做个民调 好废除监察院 那么我们应该往废除监察院就要开始先准备 比如说先冻结监察院 而冻结监察院抱歉以前是有潜力的 对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 也没有违反这个宪政的问题 因为以前有这个宪政官 以前就是有废除冻结监察院 先冻再废 这是所谓两阶段的做法 不要让这个所谓的我们讲养老院 这个所谓的文子院 这个所谓的那个东厂院 能够在那边继续消耗公堂 而且甚至变成民主的独裂 所以这个是第三波我想要做的这个 废除监察院想要做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自己是有一个很大的图仆 在一个个推 可是我当立委之后 我也坦白跟各位讲 真的是有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的原因 是因为实在百废待举 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太多太多了 然后也不是说今天我一个单一的 想要推的东西 那你我最近不要 你跟国民党内的 大家的共事凝聚就很重要 对 说服就很重要 那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NCC 比方说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 这个法案我们要修 就是把那个解除报警精神 新闻自由精神把它入法 就是要拿掉政府这个关新闻台的这个 过渡管制 对过渡管制的法律 这个恶法的基础 那这件事情不是我 我这个有想法已经很久 我在选举就有这个想法 对我已经想法很久 可是它就面临到几个东西 第一就是说 我必须内部沟通 那像我觉得大部分 我沟通都差不多了 国民党内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 至少我遇到都能接受 那所以当我 那第二步就是你要把法律案把它拟出来 那知道我们你在法律案真的耗费精神 因为没有那么容易 不像大家想象这么多 因为有时候签议法都是全身 你动一个法律 其实全部都去都签动了 所以你弄好法案之后 你再去把大家抠进来 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到了这个法案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 共体有没有上限 共同体案 有没有人数上限 了解一下好不好 应该没有 我就把它搞到20根共体 然后我们的记者会开大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是历史时刻 我跟你讲 你知道解除暴击是台湾民主的 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是很大的民主前进的一个进程 那你今天解除所谓的新闻台禁 也是一样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就是 我们要让这个新闻台 不再被政府钳制这件事情 变成这一次我们国会 继国会改革之后 另外一个多重大的宪政成就 那这宪政成就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找大家 来共享审许 所以因此 我现在正在朝你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法案 就是希望能够 那我常来讲 我们平反的不是中天 我们平反的是新闻自由 我们捍卫的也不是中天 捍卫新闻自由 但是当新闻自由的价值 被彰显的时候 中天赴台 那是必然之事 好就中天基本上还中天公道 让中天赴台 是必然之事 确保不会再有下一个中天 也确保不会再有下一个中天 而且我直接跟各位说了 我也不认为 我甚至认为绿媒 都不一定反对这件事情 为什么 你不要以为绿媒 你们很 不会被政府威胁 对啊绿媒也是会被政府威胁的 所以我拿掉政府威胁 这个写地址的话 即便绿媒都未必反对了 我直接这样讲 所以捍卫新闻一旦自由之后 搞不好媒体生态会有 但你说绿媒还是绿 但是可能就会 生态会有一些不同的转变 整个社会对政府的制衡 对对对 所以这是我想 下一个波段很重要的东西 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我们一起来推动一波一波的民主改革